所谓万法无定性 因为主要还是要随胜众生的根基 佛法在修为上有分为大圣和小圣法 主要在于发心的对象 肖圣偏向于自度 先管理好自己才来度众 而大圣菩萨道也非一蹴可及 要发广大菩提心 也是要有素式的修为而来 为因应广大众生多样的根性 才有各种法门 因此才说法无定法 大圣菩萨是像我们现在说的 贴客和库客 小圣菩萨是像人伦当地的营兼 我们的众生能够尊受人伦当地的 我们的社会就和平 就无道政 而且如果他们还进一步 要出社会法 他们就要去思考大圣菩 大圣菩萨是像我们现在说的 就是科学 所以这个社会就是 法无定法就看这个社会的经济 最后发问他听到有听到有 听到他得到法律 可以理好得到 他的目标 不可以让这些社会 可以理由这些疾病的生活 还有一部分呢 可以破面开枉 可以知道这社会很少 要怎么华 华了他才华了无犯人 第三种就是专犯生性 都经过来 修这个大圣菩 可以出这个社会 理由这六道沦菩 可以往生 做菩萨道 菩萨道之后 可以出这个社会改 所以这个法无定法 万法都没有一个一定性 他是随重心的 这个经济 你率法 就是说要客气 客力 为何有这么多法门 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同 所以法无高下之分 只要是劝人为善的 都是善法 若要更进一步转凡成圣 就要修大圣法 来得究竟解脱 因此才有许多修民间信仰者 会转修佛道或出家持戒 这都是另一个阶段的修为 法杰新闻五庸曲 云林采访报道